阿基是个街头魔术师 暂时表演中台下观众多别大逗的开怀大笑 唯独黑女面无表情 似乎都要哭出来 阿基对黑女产生了进去 并悄悄跟踪她 看着黑女的背影 阿基有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她屁颠屁颠的找到黑女 邀请她一起表演魔术 下面请大家欣赏大西十几魔术 凶手就在现场 魔术师阿基从衣柜里召唤出一只鬼 女鬼顶着一块婆婆缓缓声到空中 阿基问她为何出现在这里 女鬼说杀死我的人就在现场 魔术师扔了指人凶手 女鬼伸出手指现场转了一圈 搞得大家都挺紧张的 突然灯光打到一位美女身上 美女惊慌失措要逃走 女鬼追着美女要报仇 灯光再次亮起 美女已经悬浮在舞台中央 黑布还在继续缠绕 阿基拿束斧头 顾客都是上帝 你敢动她 我和你没完 女鬼吓得溜进衣柜 美女霍修 阿基劝人向善 魔术结束 关注掌声雷动 阿基成了知名魔术师 伴鬼的就是黑女苏贞 演出结束 阿基邀请苏贞一起聚散 苏贞再次拒绝 她回到家 红酒杯蛋糕 完全不担心发胖 不睡妆却睡在帐篷里 你说奇怪不奇怪 更奇怪的还是后面 凌晨两点 帐篷拉链被拉开 苏贞一扭头 发现两个浑身似血的小孩 小鬼带她来到一处交通肇事现场 根据小鬼提供的信息 苏贞帮她们报警 原来苏贞能看到鬼 经常有鬼来找她办事 这天演出结束 阿基态度强硬的 邀请苏贞参加聚餐 聚会上 苏贞一人喝了30瓶啤酒 生情并茂的给大家讲鬼故事 她还当中教育阿基 为什么非要我来这里 你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过得有多苦吗 苏贞情绪激动 一把抓了阿基的衬衫 聚会到此结束 第二天苏贞休息后 回想起昨晚的尴尬赏面 简直不想活了 她打电话向阿基道歉 正说着赔偿衬衫的事 一只歪头女鬼出来吓人 苏贞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阿基感觉不对劲 别来苏贞家看看情况 阿基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小男孩 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一只鬼 苏贞说这是邻居家的小孩 在玩懂猫猫呢 晚上阿基在家睡得正香 突然被吵醒 那个小男孩满屋乱穿 还趴在她背上 只可把阿基吓坏了 赶紧给苏贞打电话求救 黑人瞎活着 两人就到屋里找鬼 转了一圈啥也没找到 突然阿基背后伸出一只小手 郊外超过现场 成功救出了小鬼爸爸 小鬼到夕安心地上路了 两人来到江边 苏贞讲述了她的故事 多年前一亮笑笑时空 冲入江中 苏贞和好朋友娜娜逆时昏迷 救援人员先救了苏贞 等到苏贞输醒 娜娜已经死去 从此娜娜变成女鬼 一直缠着苏贞 所有和苏贞亲近的人 都会被女鬼骚扰 这种朋友远离她 家人也移民去了挪威 阿基同情苏贞的遭遇 要给她介绍男朋友 小哥是套宗兵出身 现在在清晚台做保镖 两人聊得很开心 一副相见很晚的场面 阿基完全吵了灯泡 晚餐结束 小哥下楼开车 突然电梯失控 女鬼来袭 原来套宗兵也怕鬼 吓她惊声尖叫 苏贞赶到停车上 小哥正在狂吐 恐惧摧毁一切爱意 小哥开车溜走 美人落泪 实在让人心疼 阿基带她打棒球发起西翻 别人是来打球 阿基是被球打 阿基狼狈的样子 把苏贞都逗笑了 坐在鞦韆上 看着楚楚动人的苏贞 阿基忍不住亲吻她 苏贞给了她一巴掌 尴尬三秒 美女不再矜持 撕了阿基衬衫 来着一个火热的吻 可惜这只是阿基的歪歪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继续饮酒醉 苏贞的单纯可爱 吸引她阿基 眼看爱情的小火苗 已经要燃烧 女鬼娜娜又出来吓人 半夜三更一双眼 一个女鬼在山上飘着 这是要吓死爹 阿基吓得活都快没了 苏贞想尽各种办法都在笑 一会儿学清玩笑 一会儿学老鹰飞 但最后笑的 恐怕还是一个温暖的拥抱吧 昨天阿基约苏贞 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见面 本来是甜蜜的约会 娜娜又来捣乱 四面八方都是鬼 苏贞被逼上舞台 突然溜着死人手包裹着苏贞 吓得一动不动 观众还以为这是恐怖魔术秀 看得目不转睛 阿基带着红心无感到 一召仙女双话 吓退女鬼 也不知道女鬼是怕仙女 还是怕纸牌 总之浪漫基本算是赢到的不错 两人眼中满是爱意 苏贞提醒他 恋爱有风险 随时能见鬼哦 阿基调皮的说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终于遇到 赶赫到谈恋爱的男生 一颗少女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苏贞忍不住的偷笑 计划着情侣要做的一百件事 小情侣在战风里 度过了一个甜蜜的夜晚 第二天阿基因依不舍的离开 苏贞满脸都是幸福 他却没注意到 女鬼娜娜已经快气大了 阿基坐上出租车去剧场 浑身散发着恋爱酸愁味的他 给兄弟打电话 需要女朋友的温柔体贴 突然一辆叉车插进出租车 阿基命运 从车里爬出来一看 这叉车上根本没人呢 接着楼上广告牌掉落 砸到了阿基四周 这一切都是对他的警告 苏贞收起客厅的帐篷 放进柜子 翻看旧屋 他发现一条项链 看到闪光的项链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赶到剧场 魔术表演已经开始 阿基继续在台上装神弄鬼 可是在指认凶手环节 却出了意外 黑衣鬼本应该指认拖 却指向了苏贞 苏贞被带进衣柜 困在水里 阿基拼命想救苏贞 结果被女鬼卷到高空 说云在地 水体世界既已浮现 事故当天 苏贞非要是戴娜娜的祖传项链 奶奶曾告诉娜娜 千万不要轻易摘下项链 但耐不住苏贞的软膜硬泡 娜娜取下项链让她歹 而救生员正是因为项链的闪光 才先救了苏贞 怪不得娜娜怨气这么重 苏贞拿出项链给娜娜戴上 拥抱的瞬间 娜娜似乎也感受到了 苏贞的愧疚与自责 苏贞在医院醒来 看着因为自己受伤的阿基 她满心自责 决定离开 阿基苏贞得知此事 非奔到机场 请苏贞留下 苏贞不愿让爱的人再受伤害 忍着泪水走向登机口 阿基打通苏贞电话 诉说爱意 其实她也害怕鬼 怕得要命 一个人的时候 总感觉背上有东西 睡觉的时候不敢睁眼 走在路上害怕被袭击 可是想到自己经历的这些 苏贞已经经历了十几年 想到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 阿基便心疼得要命 恨不得替她承受这一切 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 可苏贞还是上了飞机 眼看老朋友就要错失爱情 女鬼娜娜开启吓人模式 吓得飞机返航 有情人再次冲锋 什么妖魔鬼怪 也不能阻止我爱你 在《深情长吻》中 电影结束 这部带有恐怖原作的爱情片 还是挺有意思的 特别是有孙艺琛 这样仙气十足的美女参演 电影告诉我们 恋爱很辛苦 堪比鬼缠身 想想也是挺有道理的 现实中不经常有那种 为爱之杀 为爱杀人的事情吗 简直比鬼都可怕呢 本期